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据台媒报道 7月20日至21日 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近50艘军舰大举南下 密集通过台湾海峡 声势浩大 畏为壮观 台湾民众在客机上拍到的解放军舰艇编队 图片源自台媒而这支威武之师 不仅穿越台海当天 当即引发岛内民众兴奋 台军诡异沉默的炯异反应 还让台当局贡献出一系列漏洞百出 自相矛盾的后续表演 更在离开后持续搅动着台当局乃至大洋弊安美国的敏感神经 40余艘解放军军舰刚离开 一度沉默的台军就秀肌肉 还记得7月7日 行经台湾海峡的两艘美军驱逐舰吗 当时美军这一举动曾让台当局兴奋不已 防务部门更是打破惯例 于当晚株东发布新闻稿 意图营造美军挺台的氛围 但就在上个周末 解放军40多艘军舰 通过台湾海峡时 台军却扁了哑炮 40余艘陆舰过台海 我不发一语 台湾中时电子报23日的报道如此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报道指出 这是大陆军舰第一次有如此大数量经过台海 而台军方保持揭没 相当令人玩味 至于为何保持沉默 台军便称 经过内部评估 认为这些军舰是为了躲避台风 而不是刻意而为 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截图 而比起解放军的不刻意 台军在40余艘军舰 近在支持 时和离开后表现出的态度 则不能不说是相当刻意了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3日报道 台军刚刚曝光了其最新修订的台海防卫作战计划 固安计划 而这一计划曝光的时机堪称微妙 就在解放军军舰 离开台湾海峡后不久 报道透露 根据最新修订的计划 届时台澎金马地区的作战 将全靠台军自己 只希望美军能提供情报 据称该计划获得美军高度肯定 按照台军官员的说法 之所以固安计划不再被当作机密 还刻意让大陆知道 就是要让大陆知道进攻困难 必须付出重大代价 这也是一种战略 与此同时 面对一旦开打 台湾能守多久 这一关键问题 台军官员还夸下海口 称依据这份计划 解放军根本上不来 这一席豪言壮语 不难让人想起不久前台空军方面的一个高调举动 开放空军台东制航基地 刻意展示了此前一直被列为机密的爱国者导弹阵地部署 并在基地开放前后三度让媒体走访基地 用意致命 台媒报道截图 当时台军方也直言 此举就是让大陆知道 我在东部的防空作围 避免大陆军机做出挑衅或擦枪走火的动作 台军近期高调调动 其实表明了民进党当局以武剧统的态度 即使给自己壮胆 也是向民众展示他们所谓的决心 但实际效果不大 因为两岸军力不对等 台湾问题专家张斌告诉小瑞 台外事部门一席话 让台军陷了原情 不过 就在台军方使劲说大话给自己壮胆时 台外事部门一席话 却拆了军方的台 23日 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谢 接受美国CNN独家专访 就两岸关系和台美关系等多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但在这段访问中最引人注意的是 吴钊谢表示 若没有美国持续军事支持 台湾将很容易被大陆攻占 公开呼吁美国协防台湾 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谢 接受CNN专访画面 此翻言论一出 立即引发岛内震动 台湾中时电子报24日 原引学者观点表示 吴钊谢所言虽是希望争取美方支持 但太过直白 恐影响军方士气 分析进一步指出 美方有一贯坚持的一中原则 对台湾需求不会照单全收 台湾连美制度并非万全之策 改善两岸关系才是降低冲突的稳健做法 事实上 被吴钊谢一些话坏事儿的不仅有台军 还有台湾陆委会 近日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上任后首次赴美 于当地时间18日在华盛顿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并发表了演讲 在演讲中 陈明通呼吁两岸 进行务实沟通对话 希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并提及中国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压迫 称其是整个民族沉痛的集体记忆 陈明通演讲现场视频截图 有台媒分析认为 这些提法是在高层认可的前提下 隔海向对岸释放善意 如果这真是高层有意表现的善意 对照昨天吴钊谢这篇专访稿 好不容易才由陈主委千里迢迢跑到美国抛出的嘎揽支 历时破了弓 台湾联合报这样评论道 既灭了台军的威风 又让陆委会破了弓 而吴钊谢此番败价巨大的对美是好 又换来美国怎样的回报呢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24日回复台媒时 首先重申美国信手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并且鼓励台湾增加防务预算 美国究竟把台湾置于何等地位 在这番回复中一目了然 而美方在此回应中的前台词 也被台湾媒体和网友一眼看穿 专家 在面对台湾问题的力道和意志上 美国和大陆是无法相比的 尽管对美喊话没得到什么实际好处 但昨天 23日一位美国前高官的到来 仍让台当局兴奋不已 台湾中央社报道 美国前防长卡特 应邀出席了在台北举行的凯达格兰论坛 2018亚太安全对话 他对媒体表示 美国乐见两岸稳定与两岸对话 并希望与台湾维持强劲 非官方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卡特此次来参加的论坛是闭门会议 全程不对外公开 台湾望报 23日援引专家观点指出 目前两岸互动管道失效 此时在刻意封锁消息 简直是火上浇油 在权衡各项因素仅有百害而无以利时 这场秘密演说戏码 还能安心演下去吗 报道质问道 台湾望报报道截图 张斌认为 卡特此次放台是两方各局所需 台当局想在关键时刻拉美国下水 而美国也把台湾当作比较好用的一张牌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 将其频频打出 认为可以抓住大陆的要害 他指出 此时美台加强军事联系 是美国全面对华政策中的一环 美国试图利用台湾来跟大陆博弈 又因为卡特不是现任官员 所以台湾也正好借机试探大陆底线 张斌同时指出 正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底线和红线 中国对此不可能让步 所以美国想打台湾牌也会非常不容易 美国不太可能为台湾付出巨大牺牲 只是用台湾来获利 而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 所以在面对台湾问题的力道和一致上 美国和大陆是无法相比的 他说 关键字 台军解放军武统台湾军舰 这是一个人的道理 也就是这样的地方 在这里 我说你对台湾的过程 是不必要的 我的脑袋 你对台湾的过程 是不必要的 你对台湾的过程 你对台湾的过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